捍衛戰士 獨行俠 大家都說非常好看 所以我後來也去看 看完那一刻之後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就是這個捍衛戰士 我必須要為台北怎麼樣 捍衛台北 然後捍衛健康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95的零八超 是我們20年的經驗 我覺得非常好 第一招 拋開煩惱 擁抱自然 台北的天空 有我年輕的笑容 還有我們休息 和共享的角落 經過幾個市長的選舉之後 台北市龍身已經畫好了 但是還沒有畫龍點睛 我的責任就是幫台北市畫龍點睛 然後升為 提升為世界級的台北市這樣子 捍衛戰士 獨行俠 大家都說非常好看 所以我後來也去看 我看完新的事 我淚流滿面 大哭啊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形 後來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這是因為我的靈魂被 被上帝觸摸 被所謂的高齡觸摸 看完那一刻之後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就是這個捍衛戰士 我必須要為台北怎麼樣 捍衛台北 然後捍衛健康 而且我要跟大家承諾 我只做一任 我只做一任 對 因為如果真的有心在做 一任就夠了 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九五的淋把槽 是我們二十年的經驗 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我帶領大家來看一下 現在也非常適合 第一招 拋開煩惱 擁抱自然 進化身體 修復細胞 感恩的心 我想要請教 蔣萬安先生 我們都知道 這次選舉 因為當年 您沒有當完兩年的兵 所以 你的對手 對你進行了 非常多的批評 而在這裡 我就要特別 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退伍令 這是一個完整 當完兩年兵 過去已經用行動 證明自己一定會 捍衛中華民國的候選人 那麼 針對 蔣萬安先生 您的提問 我呢 想要先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在很多年前 我哥 台南成功大學的 鄭宏祐教授 他準備要去當兵 體檢的時候 他親耳聽到 就在他前面的那位弟兄 身高呢 一五七 在那個年代 身高一五七 是可以不用當兵的 所以 衣官笑笑的 對那位弟兄說 你這個身高一五七 要不我幫你寫個 一五六點八 這樣你就可以不當兵 各位知道 那位弟兄怎麼說嗎 他當下 異政辭言的跟衣官說 不 我要當兵 請你寫我是一五七 我要進一個 中華民國男性 應進的義務 這裡我就想請教 蔣萬安先生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回到當年 你是不是願意對衣官說 雖然我有追尖盤突出 但是 我要當完兩年的兵 因為這是我身為 中華民國男性 應進的義務 感覺像我們這樣的素人 都應該要在政見發布會上高歌一曲 那我也唱一首歌送給大家吧 台北的天空 有我年輕的笑容 還有我們休息和共享的角落 台北的天空 藏在你我的心中 多少風雨的歲月 我只願和你 賭火